好我們又來看到 當然這個下禮拜關盤重點就是 我們看到軟銀旗下 ARM在美國要IPO了 那它的股東都大有來頭 包括Apple、NVIDIA、Intel等等 那我們台積電也說 是在考慮當中 要不要成為ARM的投資人 鄭賢怎麼看 ARM的本益比高達100倍 是不是會牽動接下來 這些高本益比的IP股 如果只是光看IP股的角色來講 我覺得IP股雖然貴 但是它的總市值 不足以變成一個抵抗的潮流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它不但能夠要帶動IP股 它還要藉由IP股 來帶動高價的IC設計股 那這樣的話 才會形成一個台股的反彈主流 所以如果只是IP股 個人表演的話 我認為可能 畢竟台股的IP 真的都不便宜 而且位置也都不低了 所以可能搞不好 還短線力多出鏡 但如果能夠帶動 像連發科 系列 這種長期在底部的IC設計的話 才會對台股有一個 反轉的族群性的帶頭效用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台灣的IP概念股 去年的EPS的預估值 其實預估值都還滿高的 這代表市場的認同嗎 我常常在講 股票不是不只看EPS 最主要是看EPS的成長 所以一定要把兩個人看進來 所以兩個人一看過你知道 雖然之前像創意義為什麼曾經被狂殺 就是因為它的獲利本身預計要成長 結果出現衰退 那立望也一直在高漲整理 也是因為今年的獲利低於去年 所以簡單來看 我們把整個IP股來看 就是兩檔 為什麼這兩檔這麼強 就可以告訴我們 一切都在不言中 為什麼世新就是強 因為世新今年大概25.69 去年25.69到今年45塊 這大概是成長了8成 那我們再看明年 明年的話 謝謝有這些認真的投資機構 也都把我們算完了 最低的人估到60 從60到70元都有人估 我們保守估60好了 還要再成長三成 所以股王本色就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世新 當然就是IP股的股王的角色 而且甚至也是台股股王的角色 另外一個還在成長的 剛剛提到了 什麼 N31 N31去年是12.16 今年是14.2 我們說過了 台灣就兩檔IP股 今年活力都還在成長 明年的話 也感謝我們的投資機構 也都把我們算出來了 明年起碼在16到17元之間 所以也是有一個成長 大概18到20%的程度 所以這兩檔股票 我認為是 台股目前在IP股裡面 大家相對走的態勢也比較穩健 也還在多頭的一個排列的指標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高成長IP公司 它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現在還有機會再往上攻嗎 我對IP股真的是 好有感情的一檔股票 這是台灣的IP原因 我想現在如果訪問在座 各位可能對於IP都有了解了 毛利率100% 那他來講是一個非常 這個IC設計的上游 可是在當時2014年 就是我們的IP元年 當年有一個分析師 在2014年他那年賺多少錢 5塊錢的時候的立望 他出了一份報告 750塊 他來賺5塊錢 他跟我們750塊錢 然後告訴我們說 他是未來的暗 老實說 那時候你的暗是什麼 都還不知道 就可以說 他是未來的暗 他的夢不但完成了 三倍 那IP股 那我最後解釋 IP股就是因為高毛利 那毛利100%以外呢 它的產品是有替炎性的 因為我除了收第一次 跟你設計的 所謂NR71的費用以外 只要你的IC越賣越多 我就可以跟你收IP 那時候越賣越多有什麼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累進 我今天設計了你這一顆IT 你這顆IT 未來只要再賣我就收錢 明年我又設計你這一顆 那你再賣我就收錢 我的東西的base是 基礎越來越高 你有沒有看它的獲利 就是跌跌了 跌跌的相加 所以這就是IP股的一個特性 大家只要說到這個IP股的特性 就常常會有一句話就是什麼 這種股票不怕買錯 不怕買貴 因為你很難買錯 只要它的獲利節節高升 你幾乎看它的最後的獲利 還不怕貴 已經這麼貴了 對 我說股票常都這樣子 就是你很容易會買貴 但是你不一定會買錯 在IP股的上 因為長期來看大家看 它的左上右下 我想不管是 剛剛講的其實IP股 就是很明顯的走勢了 至於投資人最想了解兩檔股票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他們有兩大霸主戶身 一個是台積電底下的創意 然後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聯電底下的資源 創意跟資源我簡單的 幫大家分析一下 簡單來講 創意的今年的獲利衰退 不是來自於IP衰退 是來自於它本身消費設計型的衰退 這個時候他們會越來越像個IP股 因為他們的IP的比重在上升 就像3035的資源一樣 他們會越來越像IP股 所以資源現在看到 它跟ON的合作非常的緊密 也是ON目前在新的聯盟裡面 唯一的兩家IP設計股 所以我覺得ON 在資源的這個ON掛牌 有可能會去挑戰這個高點 但挑戰的時候大家要注意 過了以後才要 不要過以後反而是壓力 那創意來看的話 之前朱姐也常常聊到 這是一個長期看好的公司 可能在底部做一個 逐漸加碼的動作 應該都是一個長期看好的 有這個大霸主護身的好公司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了 謝謝鄭賢豪